上回书咱们说到护国寺的大喇嘛 丑面佛马宝善要给师弟交与焦丘华报仇 他呢 回到了自己的禅院 拿起笔来就写了一张单子 让管事的喇嘛按照单子上写的准备好了 上边写的很清楚买什么怎么办 管事的喇嘛接过这条子走了 然后丑面佛又提起笔来给同林写了一封信 叫了一个三十多岁 专门跑外室的喇嘛 你啊 拿着我这封信 上安定门礼 富贵向拥亲王府东边 同教师的府中 去下书 请同教师明天早晨 务必到护国寺赴会 哎 喇嘛拿着这封信走了 到了同林的家门口 上台间啪啪一叫门 看门的把门开开了 呦 请问您找谁 我呀 护国寺的喇嘛 奉我家大喇嘛爷之命 面见同教师 您看有书信在此 啊 这家人一看书信不假 又把这封信交给这喇嘛了 好 您稍后 然后转身往里走 进了屋 这时候呢 同林带着徒弟们刚从练功房里出来 有的洗脸 有的漱口 同林呢 坐着喝茶 家人就进来了 骑柄同侠客爷 外边护国寺 来了一个喇嘛 拿着他们喇嘛爷的信 拜见您 哦 请他进来吧 是 刘俊这小哥几个在旁边站着呢 也都听见了 时间不大 家人就把这位喇嘛引进来了 这就是我家教师爷 喇嘛给同林行礼 然后往这一站 同教师 我们喇嘛爷让我来的 面见教师爷投递书信 喇嘛把信往上一递 同林就接过来了 把信打开一看 这信里写的是 在下久仰同侠客的英明 理应登门拜访 可惜没有机会 金特派徒儿 池书信面见阁下 请阁下明日上午 左邻护国寺一谈 下边是马宝善顿首 海车一看明白了 让我明天早上到护国寺 好吧 元叔我不敢领受 当面避回 你拿回去吧 借你之口传我同林之言 明日上午我同林准到护国寺 往前一递的信 喇嘛就给接过来了 好 那么侠客爷 我回去告诉我家 永泰喇嘛 明天恭候阁下左邻 也就是了 好吧 刘俊呢 把师父送出去 刘俊就把这位喇嘛 送出去了 回到屋中 刘俊就问 师父 这喇嘛爷马宝善 约您明天上护国寺附会 您琢磨琢磨 宴无好宴 会无好会 能有好事吗 哎 虽然我跟焦秋华只见过一面 焦秋华是个正人君子 我是看不错的 与凤同飞 必食俊鸟 我也相信喇嘛爷 马宝善是个好人 嘿 刘俊啊 我把人家师弟给打了 喇嘛爷是师兄 他能不给师弟报仇吗 如果我要是 见心不敢去 那我当初何必 打人家师弟呢 啊 如果他们打算暗算我 我想是不大可能的呀 师父 那我跟你一块去 哎呀 你去能管什么事啊 你呀 带着师弟们在家里 给我好好练功 可千万不许 再出些惹事了啊 有什么话 等我回来再说 哎 第二天早上 童林吃完了早饭 把秋风落叶嫂这口宝剑在腰间围好了 子母击倒冤阳月的包袱用手一滴了 尤打家中就出来了 川大街月小巷 本定府大街 就到了大龙山护国寺山门外道了 没什么人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不是急呀 童林一看三座山门全关着 就是西边的脚门虚掩着 童林呢 就来到这脚门这儿 啪啪啪一叫门 时间不大 出离喇嘛 把门拉开了 请问您找谁呀 我呀 住在雍亲王府姓童明林表字海川 昨天你家喇嘛爷派人下书 约我童林来到护国寺 我是前来附会的 请你替我虎一柄一声 哎呦 您就是童教师爷呀 小喇嘛赶紧行完里 转身行往里走 时间不大 走出来有三十多个喇嘛 正当中 正是喇嘛爷马宝善 大家粗拥着喇嘛爷就出来了 哎呦 童侠哥爷呀 君子一诺千金钟 您来了 您肯定会来 我失营 失营对不住你 海川一看这喇嘛爷 大高杆 宽肩板 胳背显着长 手也特别大 身上穿着紫袍 滚着黄云段子的边 腰中系着黄丝线的板带子 红中印 五分底的牛皮靴子 这张脸 红乎乎的红中透亮 这俩项骨特别高 也许因为口外的风太硬 喇嘛爷来到北京这么多年了 他这两个项骨这还是挺黑的 两道花卷的眉毛 拧着望上打卷 斜飞入天仓 这人长得真丑啊 大三角眼望下搭了他 眼神特别好 硕硕放光 大鼻子头 还是个九糟鼻子 大嘴叉 一对大耳垂尖 光头没戴帽子 这喇嘛也挺雄壮 就是太寒谈了 要怎么就丑面佛呢 童侠客 马宝山有礼了 您就是大喇嘛爷呀 小可 童林有礼 哎呀 不敢当 不敢当 小可爷 请吧 请 这些喇叭 簇拥拥着童林 跟丑面佛 马宝山望里走 一层店 一层店 一直来到四层店的塔院 顺着塔院的院门望里走 就进了院领门了 海川的眼睛可不如沙子呀 瞧清楚了 就在这阅令门里头 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阅台 三尺来高 三边都有台阶 汉白玉的条石走邦 当中间虽然是土的 但是土砸的是平平整整 周围有个硬架天棚 天棚搭的挺高 如果要在这乐台上练武艺 风也刮不着 雨也淋不着 有打门这直通乐台 有一条条石铺的涌路 这道的两旁呢 全都是大石头 这石头很奇怪 是条石六尺高 一尺半宽半尺后 海川眼睛一瞧啊 这石头埋在地底下 足有四尺 几十极了 在地面上呢 留了一尺多高 接一步一块条石 两边全有 就在这条石的北边 有一块大石板 在这石板底下的一边一堆 也是石头堆 挺方 这板石望上一下 就好像长条大板凳 是一边一个 海川正瞧着他 马宝珊 一边往前走 一边说 嘿嘿 这些孩子们呢 也不知道从哪搬来 这么些石头 还给埋上了 好吧 我呀 把他们给踢开 他说这话 往前一赶步 开腿就朝着前边的石头 拿这脚后跟 往上用力一蹬 啪啪 愣把这石头给摔折了 跟着往前又一赶步 抡右胳膊 啪 这掌下去 把第二块石头 愣给坐折了 然后蹭蹭往前一赶步 夏可耶 请坐 两只手啊 回中一抱 就往这石头 大板凳上一坐 碰了一声 喇嘛爷 就把这石头 大板凳的条石 一屁股给坐折了 哈哈哈哈 夏可耶啊 这石头不结实 夏可耶 您可得小心留神 童林明白了 这是告诉我小心留神吗 这是你让我看看你的功力 好 你马宝善把西边这两块石头给踢折了 山折了 大板凳你也给坐折了 东边也有这么一溜啊 看来这一溜是给我童林准备的 好 童林没说话 往前一赶步 立左手朝着第一块石头 望下一路 啪 这掌下去 这石头就被扇折了 咕噜咕噜 他就往西咕噜 海双跟着拿右脚往第二块石头上一蹬 咔嚓 这块石头照样给蹬折了 那么前边蹬折这块石头呢 他咕噜着往前来 前边这块呢 他落地不动 后边这块石头咕噜到了 两块石头啪这么一碰 石头跟石头相撞 就撞得粉粉碎 喇嘛爷看的是木凳口袋呀 喇嘛爷倒西里口凉气 心说 铜林 他这劲头可比我大多了 我弄折了两块石头 咕噜到一边玩了 人家这两块石头 让停就停 让咕噜就咕噜 碰到一起给撞碎了 祭高我一筹 这说铜林来到这石头 大板烫前 用左脚轻轻往上一蹬 砰 石头折了 喇嘛爷呀 我丛林到这儿不能白来 我也帮助你 把这石头给收拾收拾 名不惜传 铜侠哥 这回可让我马宝善开了眼了 来来来 月台上请 海春知道 是接着就得出能 你想报仇 替娇儿爷出这口气 难道说就删这几块条石吗 绝对不是 所以铜林就直接了当的问这马宝山 喇嘛爷 开门见山吧 你约我同龄到这儿到底干什么 侠客爷呀 明人不说暗话 您把我二弟焦丘华给打吐了血 您可不知道 我跟我二弟孩童厮守 从脚之交 我们哥俩的感情 可不是一般的师兄弟的情谊 我知道 侠客爷你教训他 把他打吐了血了 我本不应该管 可是我心里难受啊 我也知道 我马某没这么大的本事 也许我给我二弟焦与报不了仇 还能把我这条老命搭上 话谁如此 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呢 想了半天 还得把您请到我护国寺 我跟侠客爷见面谈谈 谈谈 那么喇嘛爷的意思 是不是在乐台上比武 侠客爷 我可不敢提跟您比武 要是比武 我的能力还不如我二弟焦丘华 我二弟都被您一掌打吐了血了 您琢磨琢磨 我能赢吗 那么 喇嘛爷到底打算怎么办 您看 刚才您瞧紧我手劲了吧 我是为了让您看明白了 才跟侠客爷您商量 您看 咱们在这乐台上 您知道我手劲了 您打我三掌 我打您三掌 您瞧好不好 这么着呢 我算给我二弟报了仇了 如果说我这掌下去 把您给打死了 把您给打出了血了 我二弟也不能说不对啊 话又说回来了 侠客爷 您要是 把我给打坏了 嘿 我二弟 他也得原谅我呀 我没这能力 但是我做到了 只要我跟您动了手了 我就算对得起我二弟焦丘华了 哈哈哈哈 老白爷你打我三掌 我打你三掌 是不是 嘿 不错 同龄可瞧见 喇嘛爷扇石头了 一尺半宽的石头 咔嚓一下扇舌了 他这手要打在我的脑袋之上 这三下可有的劲了 喇嘛爷呀 您出的这主意倒也不错 可我得问问您 是您先打我 还是我先打您 同龄心说 我要先打你 你可就打不上我了 我一掌下去 最起码你得吐了血 稍微一使劲 你这条老命可就没了 所以咱们俩随先动手 这是非常重要的 马宝善瞧瞧瞧瞧 同龄 侠可爷 您是客人 您到了护国寺 我提出来的 那么您就应该先打我 好 那我先打你 慢着 您可是鼎鼎大名的侠可爷呀 名侠呀 南七北六十三省 谁不知道您 同龄同海川 震霸放紫面昆仑瞎呀 就冲您是个名人 对不起 我喇嘛得先打您 哎 同龄心说 他这么一说 我有名 他先打我 您先动手 对呀 我先打您三下 我打不动您 您再打我 好 既然如此 那你就先动手吧 同龄伸手 把子母击找鸳鸯月的包袱拿过来 那么爷 现在就动手吗 是啊 同龄脸冲冬 把这包袱往地上一放 在月台上一站 两只手一扶磕膝盖 起码咚咚是 舔胸 蝶肚 双肩摆平了 脖子一梗梗 脑袋望上一顶尽 那么爷 来吧 马宝珊先说 别说你这皮包血肉的骨头 你这脑袋就是一块石头 我这一巴掌下去 也能把你打碎了啊 那么我马宝珊跟同龄 没有这么大的仇恨 得嘞 我是个出家之人 佛心之人 为了二弟 我就把你打得吐点血 也就行了 其实马宝珊的武术 只能算刚刚登台 并没入室 坏了 但是没有得到武术的真随 如果现在焦二爷在离战 焦二爷一听 他准不让他哥哥打 焦二爷明白 童林让你打 童林的脑袋要真是石头做的 你这巴掌下去 这受不了啊 人家童林有功夫 焦二爷懂 但是马宝珊不知道 童林的脑袋没石头硬 但是你想打他打不了 因为童林能够以气代功 以气代力 他学的是己暗之力 属于内功 只要气惯顶梁 用他的气来顶你这只掌 你要打在他发的功力之上 你多大的劲 你也打不了他呀 童林把一口真气望上一停 顺着脊梁鼓 撑着一下 就达到自己的百会穴了 这功力随着真气 就提到头顶之上 童林童海川 见没一条虎目 圆征双手一摁七盖 晃虎镖去 那么也 您打 嘿 马宝善佛心之人 这会儿他还心疼童林了 心说 我这头一下打你八成劲 只要让你吐点血就成了 马宝善想到此处 腾腾腾 跑出七八尺 然后一转身 腾腾腾 往前一赶步 把右胳膊抡起来 这右手掌朝着童林的脑瓜顶 就是一掌 这掌打上了童林 稍微一晃身 嗯 嘿嘿 马宝善一枪没打动 老妹爷 再持点劲 童侠可好硬的脑袋呀 好好好 我马某再来 老妹爷跑出去了 再一转身往回走 石成的劲 灌在手掌之上 望下一打 人望上一蹿 掌望下一落 啪 童林一晃身 两晃身 哈哈哈哈 老妹爷 您再打 老妹爷可愣了 大三尖眼 瞪得跟鸡蛋似的 我使足了十场劲了 我打石头 都没用这么大的劲啊 难道说 他那脑袋 比石头还硬了 所以说 马宝善他不知道 童林的内功 马宝善第三次 他可就加上劲了 十二成劲 跑出亭老远 往回跑 然后穿起来 气罐单掌 奔着海川的脑袋 掌挂丰盛 这一掌就下来了 童林能不能筋住 喇嘛爷这第三掌 下回再说 我说